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東盛 然後這一集我再為各位觀眾朋友們這個講解 他就是在說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說我們即將到達這個超級厲害的桃園國際機場這樣子 那麼這一集我再為各位觀眾朋友們這個講解一個東西 為什麼我們要來到這邊呢 其實我們陽明界組織來到這邊的話 只是為了為各位觀眾朋友們講解這一集的一個內容 那其實這個主要內容還在說 我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們 就是說想要這個出國的 就是說今年啊趕快去這個出國這樣子 不要拖到說明年超過七月份 因為大家也知道說這個七月份啊 七月十五號這個世界末日 或者這個超級的這個台灣或者日本的這個大災難 就有可能會這個發生 那基本上台灣跟日本是全毀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就說如果說想要出國的 或者想要到這個日本去的 趕快趕快現在趁現在世界還沒末日 大家趕快到這個出國去玩這樣子 然後想要去這個日本的就趕快去這樣子 不要在那邊浪費時間 要訂機票的趕快提前三個月 先預訂好機票 那我也是在這個區域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們 就是說如果說你們這個家的 你們或說你們自己這個錢沒有很多狀況下 就是說還請各位觀眾朋友們趕緊多存錢這樣子 為什麼呢用這個多存錢才能夠出國 因為我說這個世界末日要來嘛 大家不要傻傻的停留在這個台灣 我們要趕快來到這個桃園機場 然後登機出國到外面去躲啊 躲這個大災難 就是說大家錢要存夠 至少呢每個人至少要存個這個二三十萬這樣才夠用 那順便來給大家看一下說 我們已經進入到這個超級桃園機場這個航廈裡面 大家可以聽到說這邊就是這個過海關的一個 這個入口還有一個出口一個地方 那也是告訴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當然不會為了說是講了一個兩分鐘的影片 然後就特別的這個大飛周章的來拍這個桃園機場 這個一個內部的一個樣子哦 那我也是告訴各位觀眾朋友們就是說 我們陽明企業就是組織團哦 也要來這個真正執行任務這樣子哦 大家聽到說呢就是說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機場的這個欣賞的一個地方這樣子哦 那我們也不是單單的單純要欣賞 我們都是要來這個執行任務 拯救全世界這樣子哦 我們不只是要拯救台灣 我們也要拯救日本 就是說呢我們預計在這個明年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坐飛機到日本啦 到這個國外去哦 那這個只是一個預先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們 給各位觀眾朋友們看一下說 我們即將這個未來會去這個坐飛機哦 各位觀眾朋友們趕緊幫我們這個把流量衝高一點哦 如果說這支影片哦 這支影片流量如果超過一百次的話 那麼我們就直接馬上出國 再拍更新下一集這個影片給大家看哦 讓大家能夠知道說 我們到底具體來講 要怎麼樣去這個拯救世界 全程會用高級的這個攝影機哦 拍攝下來 讓大家能夠清楚的看到 我們都已經提前來到這邊 代表說我們都不是開玩笑 各位觀眾朋友們趕緊幫我們這個訂閱按讚 這邊喜歡的拜拜